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这里是让你每次收听都有收获的CD Plus 我是佩玲 我是志峰 欢迎你收听今天的主编点新闻 第一则呢 当然就是来关注一下新冠肺炎的疫情的扩散情况 那新冠肺炎呢 现在就被世界卫生组织WHO列为全球大流行之后呢 卫生部也劝告人民避免参与一些群聚的活动或者是集会 同时避免出国旅行 那教育部呢今天早上也指示了 所有学校啊 展员原本定在本月举行的所有体育 还有课外活动 直到另行通知 那也包括了涉及一些大型的人群集合的部门活动 今天呢是星球穆斯林的周五祈祷 Solar Jumaat 是一个星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祈祷 那么每一间清真室呢 都是人潮篡动 然后彼此之间的那个距离 应该没有卫生部建议至少一公尺的社交安全距离 因此呢周五的祈祷属于群聚 人潮集合的一个活动 而且是在室内进行的 很容易会被传染 情况呢如果真的是它发生的话 会一发不可收拾 那么周五的祈祷是否要进行呢 每个周数的情况其实都不同 一些周数呢是取消周五祈祷 比如说玻璃士 那么一些是有条件的进行 比如说联邦支架区 那么另外一些呢则如常进行 比如说吉达 我们来看一下转管伊斯兰事务的首相署部长呢 祖基菲里默浩默今天就发文告说 联邦直辖区的清真室 今天的祈祷呢会如常进行 但是必须要遵守呢四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呢就是要缩短步道的时间 第二公众呢在家祈祷 第三出现新冠肺炎症状者 还有第四被列为患病者呢 是不需要出席星期五的祈祷 还有就是第五呢 清真室或者是穆斯林呢 必须要准备洗手液 还有口罩作为预防 还有确保安全 那他就说呢 这一项决定啊 是获得了国家元首的预准 所以呢联邦直辖区的清真室 今天呢是继续进行周五的祈祷 不过必须按照刚刚提到的这一些指南进行 那么来到这里 可能你会有一些问题说 为什么每个州属的情况不同呢 因为宗教事务是属于州政府的这个权限 联邦政府呢是管不着 也不能够管 虽然周五祈祷与否呢 看起来是跟宗教和行政有关 是他们这方面的这个课题 由州政府跟州宗教理事会派版决定 不过呢 宗教课题的最高决策者并不是州政府 而是各州的马来统治者 就是各州的苏丹 或者是萨迦或者是阳段 所以呢 联邦直辖区内的这个州五祈祷是否要取消 必须要征求国家元首的预准 因为直辖区是没有苏丹 是直接由元首来掌控的 那么另外一个案件呢 另外一个州的情况呢 就包括了这个玻璃市 拉者 玻璃市的这个拉者 玻璃市的这个拉加 端姑塞西拉祝地 他就预令说取消今天的周五祈祷 穆斯林改在家里进行五间的祈祷 说了 那玻璃市王主呢 还有波州的伊斯兰的委员会主席呢 端姑塞菲祖丁 在征询了这一个卫生部 还有波州伊斯兰裁决理事会 有关对抗啊 这一个新冠肺炎病毒疫情的意见之后呢 他就做出了上述的这个决定 那王楚呢 就发文告说 这项决定啊 是基于卫生部就有告知说 在疫情期间呢 尽量避免任何大型的一些聚会 包括宗教活动 所以他就促请了州内各个清真寺的管理层 避免在这个期间呢 就举行相关的活动 而穆斯林本身也必须要采取呢 一些预防的措施 以便遏止疫情的蔓延 好回到雪兰儿 那么雪兰儿州宗教局就宣布说 展延州内清真寺祈祷祷所举办的 所有传教士活动 那么从即日起生效 这里要强调的呢 是展延指示这一些 展延的范围呢 指示这些传教士的活动 比如说一些布道 因为穆斯林在祈祷之后呢 通常都有这个布道的这个环节 聆听宗教师讲解一些 关于伊斯兰的课题 那么聆听布道的这些穆斯林 他们之间的距离也是非常靠近 如果出现状况的话呢 很容易的就会被感染到了 那紧接下来我们就关注一下 吉打州的部分了 那吉打呢 是依旧可以进行周五的祈祷的 那吉打州的宗教师呢 西兹阿旺就说呢 基于州内呢 他们就认为说 这一个新冠肺炎的疫情 还是可以管控的 所以呢 这个周五的祈祷活动呢 是继续的进行 不过呢 民众呢 是受处呢 采取一些防范的措施 包括在家里沐浴 还有使用的一些洗手液的 他就劝告民众呢 在参与这个祈祷的时候 必须要自备小垫子 那不要与别人呢 握手 那步道的时间必须缩短 那鼓励呢 宗教师在祷告祈祷的时候呢 也向上舱祷告 让大家能够避过这一个病情 一旦情况严重的话呢 他们将发布有关 宗教法律的这个准则 任何的变更呢 将会寻求 吉打州苏丹的这个预准 然后才向公众人士宣布 吉打呢是另外一个州属 在做出任何关于 伊斯兰事务的重大决定之前呢 必须要获得苏丹的同意 当伊斯兰碰到任何重大的课题的时候 不管是公共卫生的新冠肺炎 还是其他生活日常的东西 马来统治者都有他的角色 和他的功能可以发挥 因为宪法阐明 统治者呢 是各州内最高的宗教 就是伊斯兰事务的决策者 这里呢就奉献各位键盘的骑士 不要因为这些穆斯林周五 是否要祈祷的事件呢 而发表任何挑衅 或者是侮辱伊斯兰的言论 或者是把统治者给牵扯进来 这是不理智 不明智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 你们的这些言论的可能会触犯法令 会受到法律的这个制裁 别因为一时的这个冲动 鲁马跟无知 在网上写了一些冒犯其他宗教 或者是统治者的言论 因为一旦受对付的话呢 是得不偿失的 好那也要请您继续留守在CityPlus 下段回来带你关注其他的焦点新闻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